我们从扎葱西村往回走 在这个地方有个左拐的土路 路边上一个去冷骨寺的牌子很不显眼 路过很容易忽若错过 刚拐进土路的一段 基本上是在草垫上碾压出的路 上山 转换成碎石路 越走 碎石越大 颠簸剧烈 非常考验轮胎 也考验驾驶技术 翻上挂着经翻的小山口 进入古树变坡的林地 下坡后碎石路消失 变成几乎纯粹的土路 远远的就能看到 本地主峰脚下的新冷古寺 安稳的端坐在 开阔平坛 绿草阴阴的虎皮坝上 走过这个简易的钢架桥 也就到了新冷古寺 我们历尽艰辛啊 终于从这个方向 走到了 格涅神山下面的 一个寺庙 叫冷古寺 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它这个寺庙这个地方 周边呢 搭了很多的这个帐篷 还有游客自己在这个搭帐篷 你看 这有些是游客自己搭的 好多呢 那边也很多 游客自己搭的帐篷 这地方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道路啊 太原始了 你看一直到了这个寺寺 寺庙这个 大门口了 还是这个原始状态的 杀石 坐进大门 看看这个寺庙 就在这个 格涅雪峰的下面 前方这个地方 视野很开阔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新的冷古寺那个荒场上 这边一个就是它 见的也非常直接 我们往里面走上去看一看 感受一下 这个新冷古寺里面的这个 建筑风格 和里面的这个 宗教场所的氛瓦 我们走进这样 走进大殿 27个台阶 哇 这个 状态太费腾瓦了 冷古寺 冷古寺有新旧之分 这个地方是新冷古寺 在沿着西谷往里面走约5公里 就是老冷古寺 老冷古寺海拔4100米左右 新冷古寺要低个200米左右 去老冷古寺道路 西区狭窄 乱石当道 因为建在格涅珠峰下面的 谷地中 空间也狭小 所以前些年 在这个地方建了新冷古寺 冷古寺不比藏区其他的寺院规模宏大 但历史悠久 它建于1690年 而且是藏传佛教格鲁派 即皇教的发祥地 地位不可小觑 寺庙里由正庙三宝 母鹿角 从石中取出的帆转海螺 还有被誉为格涅之心的骑石 这个大电 这个绘画 这个都还在建设中 看这几面墙 现在这个绘画 很容易绘上去 这上面是一个金堂 这个大人啊 都在这里面送金 带了很多小朋友啊 小朋友自己在这个地方玩耍 太天真 好好好可爱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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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小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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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玩 嗯 在这里面送金 好多人在送金 好多人在送金 好多 时间原因啊 我们这次没有机会去捞冷骨寺 留待下次再来 关完时分 我们原路返回到香尖水泥路 去格涅之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待 Metin 我们下期再见